來吧 歡迎收看轉機安Nair 我已經有點想念Niko和Oli 你好,Niko和Oli 很喜歡你 真好 等等,阿茜,你是哪位 我是空少陳豪 第一次跟你合作 也是做轉機安Nair的主持 幸好也是認識的 等你很久 幸好適應力強,甚麼人都適應 但以下這件事 不知道大家又會否認得到 為了減少可能受感染的人 在社區流動 行政會議通過了法律框架 政府可以向出現爆發的處所 推行禁足檢測令 即是禁止大廈內任何人進出 裡面的人要接受強制檢測 直至有結果都不能離開 最長為期七天 消息一出,大家都很緊張 一個禁足令真的實行 不能外出的話 大家的生活可以怎樣過呢 如果真的實施感觸令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甚麼 當你想外出吃好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也沒得吃 其實我經常覺得做得那麼辛苦 就是為了一口吃 對 你就是沒得吃,就是最慘的 唯一賣 不過反過來,可以向好這方面 因為我們跳舞界 有時現在也會做一些網上課程 其實你可以對著電腦在家裡 就可以上去跳舞堂 你教的 不是我教的 那我不用了… 我不是教的嗎 不是教的,是要看他之前的影片 真可憐 我們有時去到外地 有時去印度或一些地方 你真的不會外出 你也習慣帶點東西去做 看影片、看劇集 其實也不會那麼悶 我三月的時候真的試過隔壁14天 真的甚麼都沒有工作 但在家裡賣齊的東西 學習煮食、看影片 然後做運動、做瑜伽 難捱嗎 你覺得很快過的時間 因為完全不修蝙蝠 不看鬍子、不整齣 洗澡涼、睡覺 幻想 每天都這樣過 很臭 但很快過的時間 我覺得在印度有點不同 因為那裡有宿舍 有食物、有好食物 對,但之前有些隔壁人士 也被人說要求多多 我知道,有時要吃火鍋 對,吃火鍋、多份牛油 但我自己來說 如果你要我留在家裡兩個星期 其實我也完全沒問題 我可以看劇、看電影 一樣 對,重複不斷看 然後再煮食,我覺得很棒 等一下,很沉悶的問句 請問要看甚麼 當然要看ViuTV的三個節目 一定熬得到14天的過程 不用害怕 全民作聲 對,一樣 全民作聲 我跟牠的習慣完全一樣 但我有兩隻狗 好處就是我不用跟這隻狗分開 因為之前要放在港珠澳隔壁中心 人們要去度假村 現在我們可以全家人圍在一起 渡過這個時間 我覺得可以 很多人要在抗疫時間 反而加深了半夜 家人之間的關係 因為走不了 你也一定會… 我一開始以為小狗 都是放在酒店、酒店 你真是奢侈 沒有,完全沒有那麼幸福 不過最簡單 其實這幾年,大家都很累 很久了 當有感觸令,讓自己休息一下 沒錯 我最想的是甚麼呢 可能在家裡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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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她的貴賓院更加提供八個按摩座位 不知道會否像平時看電影的震椅 會跟著氣氛有不同的震度 試過後便會發現 這張按摩椅不像一般的動感影院 會跟著劇情有效果出現 它是一張很正常的按摩椅 但我反而會更加喜歡 而且整張按摩椅的設備都非常齊全 你也可以按不同的部位 還有,你可以靠後或靠前 像一張床一樣,躺著看電影 真的很爽快 但可能大家會想 按摩椅?那豈不是很吵 不是,耳朵有這麼貼近的按摩椅 但你基本上聽不到按摩椅的聲音 所以非常集中,可以看電影 但我想我再坐下來這樣看電影 我真的會睡著覺 除了按摩椅影院 這裡另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設有港產片的專屬影院 會全天候播放港產片 除了新電影之外 每個月都會有致敬系列為主題 選擇部分的場次 上映香港經典電影 你好,我是Charlie 為甚麼會有港產片專屬影院的概念 其實我本身也有拍攝電影 很多時候外國的電影比較厲害 或者預算比較大 讓人們喜歡看 可能是偏向排出那些電影 如果沒有機會,票房一定不好 票房不可以很快便會割走 其實很多香港電影人 其實我覺得香港沒甚麼希望 根本沒有回收 所以希望這個房子 盡量給予不同的港產片 如果到時日晚 他的票房收入很好的 可以吸引其他戲院 亦可以給予多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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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ie,你自己是否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港產片 港產片跟外國的電影最不同 就是港產片有很多地道的東西 是外國沒有的 是 始終香港長大 一定會有一個情環 即使你看到景色 也會令自己覺得 這個景色我經常去 原來可以拍到這樣的 我也會有一些回憶 或者有些懷面的東西 看完戲散場之後 觀眾也會經過一條星空隧道 這裡的投影效果 好像銀河一樣 配合整個影院的主題 也挺適合打卡 防疫衛生戲院方面 做到足以外 也很靠我們觀眾要自律 記住,一定要戴口罩 我千萬別偷吃東西吧 真的想不到電影院裡 真的有愛魔影 想不到 我比較貪心 我最好有個技師在裡面 最少大師王會睡著 有甚麼要叫男還是女的 你這麼頑皮,說這些話 我從來… 說你懂的 我從來都不會想這些話 但我知道你們到處飛的時候 到外地會否選擇進去戲院看戲 我有,你這麼說 我當時飛馬來西亞的檳城 我們可以留在那裡五天 你甚麼都做完的時候 我會拿一天的時間去那裡看電影 是全日看電影 因為一張電影票是15元港幣 這麼便宜 對,我看三套 因為它有最新的細片 你可以有英文字幕 完全溝通上沒有問題 所以全日就是看電影 去廁所,進場看電影 即是一天的電影節 又不想問在房間 你起碼出去感受一下 戲院的威力多開心 我當時在日本 我也很喜歡去戲院看電影 其實我很欣賞日本人的細心 特別是在戲院裡 小食部的食物都很多種類 連炮谷也有不同的調味粉 對,很棒 另外,你買小食時 就會有三角形的盤 這個盤的作用就是 當你進入戲院 在座位之間有一個位置放在汽水 你將這個盤壓緊在那裡 它就會變成一個轉盤 可以左右… 可以延伸,可以吹桌子 對 好像飛機的椅子 很方便你們兩個吃 而前座位的椅背 會有一個掛鉤給你掛袋 我覺得真的很細心 我會覺得我很喜歡他們的細節 在香港就好了 我也承認日本人的細心 你想想,其實他們的馬桶 有時都做得特別無微不至 很認識 很難離開 無法反過來 好像在香港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日本看電影是否基本上 全都是日文 對,只有日文字幕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懂日文 看電影就有限制 我也是看外語片 很難看到日文片 剛才裡面還有一個港產片影院 正屬影院 其實說到港產片 大家有甚麼特別的回憶嗎 最記得當年 跟女生當然要看港產的愛情片 好笑 說明就要跟女生才去看 女生… 當年約女生去看這些片 很難約她看恐怖片 也很害怕,因為我自己也很害怕 當然要看愛情片 也可以有意思 也可以用一些弱度來看 不,有時看電影很簡單 很悶,不如看一場戲吧 我可能沒有這個能力 陳豪,你有幾個少女心 我自己看的有點不同 我要讓大家看了 因為我很喜歡王家衛的電影 很有心度 這是她《飛骨宅舌》的原… 你哪位也不懂 不同的級別 她的原聲,但我找了很久 這是黑膠碟嗎 她不是,只是扮演 但她是康城之後出的特別扮演 其實我很喜歡王家衛的電影 其實那個年代拍攝時很前衛 而且她每個分鏡都像一張照片 我覺得感情豐富的人 應該都喜歡王家衛的電影 因為她把感情描寫得很細膩 所以我很喜歡 糟了,你這樣說完 我不敢說 我很喜歡看古惑仔和無間道系列 為甚麼呢 我覺得這個古惑行業很神秘 普通人是不會接觸到的 而小時候看古惑仔 大後看無間道 就看到那個人格很分明 看到社會的轉變 對,你會更加了解 原來這個事業的人好像很複雜 但你又會知道更多 我從第一集開始已經看完 所以裡面的劇情是不停翻看 翻看再翻看 因為他們的東西裡面真的很標準 對 說到古惑仔,其實是香港地道的東西 像同樂壤拍攝 如果說日本或韓國 他們那邊的古惑仔和香港的古惑仔 不同 不同的… 不同風格 但我自己很簡單 身為ERROR的隊長,對嗎 一定喜歡看喜劇 很配合你 對 我喜歡鄭忠基以前的龍錦威 對嗎 一定喜歡帶你暴龍哥 然後張家輝… 張家輝的喜劇年代也很吸引 花骨龍、賭勝 那一集一定是,對嗎 不過當然除了很好的港產片 我們還有很多很好的原創劇 對嗎 我不是賣花站花香 坦白說,男排是否真的好看 好看 真的好看 對,但來到中段還有新角色 不如現在看看有甚麼新角色驚喜 男排女將持續熱播 甚麼?看得MIRROR多想看看ERROR嗎 劇組當然會滿足大家的願望 昨晚193飾演的新角色就出場了 今晚我們就找了她上來聊天 下一節回來 一起聽她的拍攝趣事吧 歡迎回到專機ONNIRROR 歡迎回到專機ONNIRROR 我們經常在節目中 都說男排女盡有多好看、有多棒 但其實也要聽觀眾的意見 我所知,你們三個都有追求 對,我這個觀眾… 我最喜歡Stephy 為了排球放棄了她的事業和愛情 她的熱血也燃起了我自己的鬥志 對,反而是我昨天看King和Bobby的兄弟情 將力拍到排球運動中很有說服力 我反而主要看打排球的過程 因為不斷還有新人加入 有不同的動作對戰 還有昨天肥仔上位了 終於到我發揮了 我等了12集左右,對吧 對 不過我還有一位兄弟跟他一起出場 現在可以看看他的精彩登場 你怎麼回事 對不起,大哥 帥哥,你身上也挺好感 你說甚麼 對不起,大哥 相信大家都很久沒有在電視機上 看到193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請他出來聊聊天 歡迎三爺 會否遇上你 真是的 暫時… 大家好… 我是男排女將的QK 好,三爺 我想問,昨天你終於第一天出現 在男排女將 但我想問為何會是一個 沙灘美人魚的樣子出現 因為我的劇中本身是一個沙灘員 所以我本身是一個美人 很合理,如果我解釋不了 手頭出現了 對,如果真的解釋不了 但我覺得我可以幫你解釋 因為劇組是否想要你一個反差感 讓別人只看見你的頭 看不到你的身形 彈起來 為甚麼才會嚇倒人 Edan以為可能是一個矮子 誰知道一起來就比他高 對,他也嚇倒了… 兩位女士,你第一次演193 有被他高大嚇倒嗎 當然有 我好像未進入這個廠裡 見過一個這樣的身高 不只是身高,外表也是 嚇倒了 即使說… 好,打給我 你有否聯絡我給你 你用了… 一間交到電話… 不要把我放在中間 好了,三人了 說回來,你這次排球的QK角色 是否跟自己本身的人相差很遠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挺像我的性格 有點囂張 裡面很高傲,但覺得自己很厲害 目中無人 所以一開始,我明天那集 我會再出場,真的出場 裡面也會對你們很囂張 好像看不起那群力圖的矮子 最後是有加入、對壘還是怎樣 還是可以透露嗎 最後其實是有加入的 大家也有看劇照 我穿了力圖的衣服 為何加入,我不說那麼多 大家看了明天那集 其實會知道我如何加入 據我所知,你拍攝期間 其實你有受傷嗎 有,這是我第二次為Feel TV而受傷 是否訓練太辛苦 訓練太辛苦,我就不說這些 很尷尬 我知道內情 你不要說那麼多 總之我們是第二次在公司犧牲 總之… 在哪裡受傷 這次是腳受傷 第一次是斷手,這次是斷腳 其實不是斷腳,而是脫皮 因為我扮美人魚 對 其實我在沙裡有一個多小時 我不可以撐起美人魚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膠筒 例如垃圾桶 是 我把我的腳插進去垃圾桶 其實焗了很久,裡面有些沙、海水 扭著皮膚變軟了 導演一叫停機 我為了不要阻礙大家下班 我就馬上跑出來 一出來,怎料刮傷了 然後整塊皮脫掉了很多肉 但怎樣 現在狠還在這裡 這麼深 很熱 這是男人的 這件事是男人的 很難去… 保持著他 你自己勾損而已 這個很深 這是濕疹 你濕疹嗎 我說公司犧牲 你說濕疹? 我本身是腳模特兒 我做不成功,我做不成功 我做不成功,我做腳模特兒 怎樣才算 男人是最棒的 也做得到… 妮可說你贏了 別收拾了… 我贏了嗎?打給我的 對,保持著… 保持著… 保持著… 那些不會在鏡頭面前說 我們經常會偷偷唱Staffy的歌曲 最喜歡唱一首 就是她以前的網上遊戲 留在彼此的身邊的歌曲 我全部都懂得 但又不敢讓她聽到 因為不知道是否介意 有時別人在我耳朵邊唱404 我也不太想聽到 很尷尬 有一天我們不知為何鼓起勇氣 她問Staffy,其實你介意 我們跟你談歌曲的問題嗎 她說其實可以的 我們就開始說 其實我們喜歡她哪首歌 其實有否想過她是介意 但不好意思跟她說 也不能說 你們倆左右迫著別人 不能說 我在這裡說對不起,Staffy 除了趣事之外 你們也拍了很久 中間有甚麼辛酸是不為人知的 拍了幾個月… 拍了九個月 但是練球加拍攝 真的九個月才殺過 現在真心懂得打 整個學期都… 現在真心不會打 真心懂得做一些動作 做得很專業的 但真的… 我們看過去覺得還可以 已經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角色 對193是最矛盾、最難的 因為她是一個最厲害的 發球員,聽聞 我是跳飄最厲害的 開球方式叫跳飄 但她是… 但她是一個曾經斷過手 斷過印打的人 她做這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很難做 對,我一開始也害怕 很害怕再弄傷 我問過不如不要找… 很害怕,握手 我問過不如不要找我 這個角色好像真的不行 我怕做不到 最終也練習… 最後一刻就不斷練習 每天都練習,起碼做到動作 但當時的編劇是特地為了你 而創造這個角色 對…本來沒有這個角色 我可以選擇這個角色 前幾天導演也擺了我們 其實一開始拍攝 有說叫我們選擇兩個角色 你最想做的 其實我想做魚仔和King 我想做方丈和魚仔 那你會說 當時是沒有QK解釋的 因為我比較高 她就想到這個劇情 再加進去 其實我們開始看到Dee會出現 昨天開始出現 今晚保錡也會出現 之後好像還有其他MIRROR成員 據說姜濤也會出現 突然收到消息 姜濤今天做一天店長 好像在E-News看看她有甚麼情況發生 姜濤今天出席商場活動 獲得不少粉絲錢來支持 最近MIRROR成員也各有各望 好像日前她就要獨自上Chill Club 宣傳新歌 很緊張 雖然之前跟MIRROR上過台時 但始終一個人處理整個台 有點不習慣 聖誕節很快就會到 姜濤因為疫情的問題 也沒想過會如何慶祝 現在真的很誇張 所以就在家裡 其實我本身很喜歡在家裡 所以對我沒甚麼影響 今天花姐也有陪同姜濤 一起出席活動 提到今年全民造星3受到高度關注 有部分參賽者更加受到網民的評擊 花姐也想幫她們平反一下 今年的參賽者 其實全都很努力 可能大家不在節目中看到Tmo 很困難,其實那些不是困難 只是直接說話 趁這個機會,我很希望網民 不要太看待表面 其實這個節目我不是要傷害任何人 其實我希望大家在這個節目中 也不是讓大家看誰贏這本書 曾經這80多個參加全民造星的人 他們如何為這個月要付出 鑑於第四波疫情越來越嚴重 政府修緊各項防疫措施 旅遊忽原定下個星期六舉行的音樂會 終於整治不過來勢洶洶的疫情 在今天的下午宣布演唱會押後舉行 今年Patrick已先後把演唱會延期三次 最終也無法演出 他亦很無奈 金牌監製錢國偉今早舉拚 為雙陳婉衛好組到場打點 圈中好友林珊珊、蜜祥青、吳遠峰 謝天華和蘇永康等都有李宋別 而令堂播放了Vilson生前片段 背景音樂是他最愛的 王力雲歌曲樂業歸根 當大臉儀式完成後 負責扶寧的鄭伊健、林曉峰 錢家樂、張偉健、方力生 和阮兆祥就扶著凌救報出禮堂 親友特別為Vilson選擇了 歇式凌車 將凌救移送至火葬場 完成了火葬禮後 為雙陳婉衛和家人隨即離開 女兒以黑暴遮掩 林曉峰接受訪問時 說到大家的心情 其實你說我們是否傷心 女兒是否顧著她的爸爸 這是一定會的 我們所有的朋友、親人 都會一定盡我們的承諾 會好好地互相支持大家 很多在這行業 或是在Wilson身邊的人 我們燦爛的人生 是有Wilson幫助我們 而Wilson的燦爛的人生 也有我們的份 所以是我們大家互相支持 對,也說會出來做 也可能幫忙搭檔 Kalinda自己的心情組裝好了 才去迎接接下來的挑戰 記住… 記住今晚繼續收看 藍牌女將 藍牌女將 明天看甚麼 當然是藍牌女將 還有我們7時半的轉機上映 明天繼續見,再見